土石崩塌在路上堆成了一座小山丘 有两名工作人员冒险跑上了土石堆 一个穿红衣服,一个穿黑衣服 红衣服的跑过土石堆还划了一跤 两人通过土石堆之后赶紧往前跑 后面还有第三个 同伴看着山顶上的落石 监看状况要他等一下 等落石停了,要他赶快通过 如此冒险要抢过土石堆 因为他们在现场工作 刚刚又发生了一次崩塌 工作人员担心机具被买了 因此冒险通过要先把机具移到安全的地方 这是头85线7点公里处平静桥路段 这个路段通往都达和德陆谷 大约有1500人需要靠这条道路来通行 上次风灾的时候严重受损 不但山坡土石滑落地基也被掏空 工程人员在现场抢通 又遇到了崩塌事件 现场下着雨 也必须等雨停之后才能够再次抢通 好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